市長,跨定群市長說大巨蛋案,市府這邊也有什麼拖了一年,還說打屁股可以接受嗎? 這次早上我已經講過了,請各位媒體標題學,跨定群不要跑,台北市長直接挑戰,我們公開看記者會,大家把他們繼續全部拿出來,不是只有大巨蛋,還有社執导,還有大安北斷,一次一試搞清楚 市長,跨定群市長說大巨蛋案,市府這邊也有什麼拖了一年,還說打屁股可以接受嗎? 這次早上我已經講過了,請各位媒體標題學,跨定群不要逃,台北市長直接挑戰你,我們公開辦記者會,大家把資訊全部拿出來講 不是只有大巨蛋,還有社執导,還有大安北斷,一次一次搞清楚 市長,那個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,他有提到說2024如果您是對象侯友宜的話,基本上是沒有希望 可是如果是朱立文的話,那民眾黨就變成第二大黨,那會不會覺得說這次變相在逼迫你一定要跟藍營合作? 如果我們都不知道明天中午要吃什麼,現階段不用去預測兩年後的選舉 每天把該做的事情做好,兩年後的選舉現在就在討論 不過這樣啦,作為媒體人要call in決定OK,那就是,反正茶餘飯後拿出來講 但是每天該做的事情,我們還是認真做就好了 市長最近民眾黨好像每個週末都非常忙,市長今天到東部又回到台北又要再去東部這樣子? 小黨資源不夠,只能靠努力,要不然怎麼辦?這個勤能捕捉,要不然怎麼辦?我們要沒有資源,只能辛苦一點